大家好 今天就吃炒饭了 因为昨天吃外卖有一个饭多 拿去炒 还有有点葱 吃了很多天 虽然我已经用一张纸沾住 这样可以留多些 但是也是要吃的 放了整个星期再不吃 这几条葱都浪费了 猪颈肉也是吃剩的 昨晚吃剩 鸡蛋 新鲜卖的 加些菜头 买了些菜心很粗 用些菜头来炒菜 看到了 粗成这样 我再破边 接着先切 一大碗菜 多个饭 切好葱 如果葱不是一次过吃完 就像我这样 用膠盒 然后把厨房纸干在底部 盖上盖上盖 可以放一整个星期 都可以 接着切好猪颈肉 猪颈肉 之前是一片片的 现在 把它切成粒粒 大小不一 不要紧 吃个炒饭 自家吃 你喜欢的话 用一把尺度 也可以 一碟猪颈肉 真是送多个饭 如果你之前看过我的炒饭片 你就应该会知道 我炒饭最重要的 就是搅拌一点 因为我觉得 如果不搅拌一点 一落锅 一够一够 很难炒得漂亮 你什么新鲜饭 也好 隔夜饭也好 第一件事 炒之前搅拌它 今天用熟贴锅炒 烧热锅 然后加少许油 然后把猪颈肉 猪颈肉 猪颈肉是熟的 熟的猪肉 和炒到锅里 不会很骯髒 它不会有脱水的东西 和叉烧差不多 但是 你不炒香 你炒饭真的没那么香 炒完 就下了些菜头 你见我都不用拌起住了 就推在一边 然后呢 你把猪颈肉在旁边 那猪颈肉的油 会慢慢再逼出 那我这些油 就过来炒完盖子 如果你喜欢这些菜头很软的 那你就可以蘸一点点水 我就不需要的 我喜欢爽口一点 包到差不多 大 一起拌均匀 OK 接着呢 就要捞起它 你看到锅都不是很骯髒 很粒粒 那就可以直接下鸡蛋炒饭 就开火了 刚才熄了 鸡蛋我直接打下去 你有信心鸡蛋很漂亮 OK 搅拌一下 鸡蛋 半熟状态 下饭 然后炒 我就不拋锅了 因为我不够力拋锅 你见我铲一下 接着鸡蛋 铲一下接着鸡蛋 鸡蛋 你回来了 今晚吃炒饭了 很棒 现在炒至干身了 就加上刚才的菜头和肉粒 拌匀 你下不下调味 就在乎你的猪颈肉咸不咸 如果你的猪颈肉够咸的 你就不下也可以 如果你的猪颈肉不太咸的 你可以下几粒鹽就可以 又或者像我那样 下这么多多自由也可以 我以前炒饭 就会下几粒糖 不过很多人说 不要吃太多糖 我就不下粒 你看到 炒起来粒粒反 好 最后 下葱 完成 可以 可以 吃 锅是否好看 你看它炒完饭 多干净 就知道锅是否好看 开饭 菜汤和炒饭 你帮我炒饭 有什么材料 就是昨晚的猪颈肉咸 这么厉害 够不够干身啊 够的 搭得这么肤浅 哦 一会儿 会儿 这是 有什么咸 这是 有什么咸 我